我搬去哪裡 然後我就覺得心生恐懼 對而鏡頭控訴 遭藝人搶搶父親林茂樹騷擾 他是JKF小摩林柔柔 指控對方傳早安圖 約他按摩吃飯意圖不軌 竟然向警方提告性騷 他覺得你很漂亮 然後他想跟你要電話 然後說搶搶等一下就回來了 然後我安排你們一起吃飯 24歲的林柔柔 在直播界小有名氣 埃君有10萬粉絲追蹤 他卻指控去年10月 經過林茂樹經營的車行 被對方稱讚你好漂亮 員工想加賴 林柔柔碰巧想認識牆牆 就一口答應 沒想到人還沒見到 牆爸卻不斷傳訊 約他吃飯 還問他搬去哪裡住 讓林柔柔覺得被騷擾 就怕經過車行又被攔下 今年1月底再度包案 驚動警方到場 他的方式其實他說他的公眾形象很好 但是我覺得他他那樣的搭訕方式 就是就是強迫的搭訕 遭控性騷 林柔柔海苑 只是出於長輩的關心 這根本是烏龍一場 警方依法受理 案件進入調查程序 直過去強霸曾遭仿仲詐騙 有女兒陪同開記者會 這回又登上新聞版面 雙方爭議 只能交由司法釐清 記者張宏慈 陸以昕 蔡元報導